有兩輛小巴頭尾傷臟,14人受傷 傷者包括伯男五女和一個男生 部分人在座位等候救治 救護員先和傷勢較重的乘客戴上頸箍固定 再分流其他乘客坐在路邊 初步治理後轉送去兩間醫院 涉事的兩輛小巴中午園陪正道上赤路 駛去佛光街,去到民風敬交通燈位時 據報前面有電單車突然掉頭 轉右駛去反方向行車線 兩輛小巴收制不及相撞 警方一度封閉一段陪正道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接受專訪